底下一个问题 弟子为法律研究所的学生 现阶段必须设定论文题目以研究 弟子目前宣定研究的方向为人权和人性尊业 讨论的内容大略为 国家限制人民权益时是否尤其底线 例如 若除人民以死刑是否超过底线 因唯恐自己将来写成的论文内容充满写之写进 恳请法斯能与写作上的意见日开始 这个事情 你要特别留意的 伦理 道德 因果 智慧 你能在这四个方面去考量 你就会得到正知正经 这四个缺一个都不行 那死刑将人权 孔子杀赵正某 有没有违反人权 那在现在是决定违反的 赵正某犯什么罪 现在人不能判他的罪 邵正某就是写知写见 门言善兵 孔子跟他辩论辩不过他 他有一套外理 但是影响社会太大了 所以孔子没法子 把他抓来杀掉他 这个就是他的邪论会影响社会 那么如果孔子在世 用当时路过的法律 现在好多人都要被看到了 可是今天什么呢 言论自由 这个是民主自由开放 跟从前的社会 完全不相同 从前社会 政府真的能够维持社会 良好的秩序 人民可以安住落眼 今天不行了 今天圣人来了 也没法子了 法律要讲人权的 其实人真的有权吗 你能真正享受到人权吗 人权只有制造人权的人 他们享受 法律只有制造法律的人 他们享受 我们没办法做法律漏洞 他们这方法真多 所以今天形象 我们老百姓乖乖的不懂法律 你看纳税的是完全照常 他们有很多技巧 可以能逃税偷税 方法太多了 所以很难讲 最重要的还是能力到的 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就好 哪一个行业 只要真正有良心 真正能够实际为人 为社会 为众生 那都是佛菩萨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